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温哥阿殖民雪山郎中 Wincent我们又见面了 今年新年第一天 首先祝大家新年好 然后今天的郎中 从路易斯大法师那里 借来了一块 阿伯尔的Foundation 这是一块Rocker板 其实郎中还从来没有用过Rocker板 这也是第一块 另外呢 这个Binding是Jason的 好吧 这一套东西都是 都是从别人那里薅来的 新年新气象嘛 为什么今年郎中 要用这一套装备呢 因为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这个Rocker板呢 郎中之前没有用过 然后现在就想试一下 用它玩玩平花什么的 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今年雪山 好像都不打地 然后现在Grouse 还是只开了新手道 新手道我觉得 如果用别的板什么的 玩一玩 马上就没什么可玩了 就试试转转平花吧 看看一个完全的平花新手 一天没有一天 几个小时能把平花练成什么样的 好吗 咱们拭目以待 上去再说 哇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又是阳光明媚 没有雪的一天 现在应该是早上10点半了 10点半居然还有面条雪 简直了 现在Peak那边 还是一个基本上70% 都是漏土的状况 这个新版第一天 咱们先上雪来感受一下 看看它到底怎么滑 哇 新版第一圈试试看 好像占据有点宽 太滑了 哇 这也太滑了吧 不知道是新版的问题 还是说怎么回事 这个版好滑 我要调一下 好的朋友们 刚才用了新版加新binding滑了一圈 然后我就发现 上雪山之前把binding和板调一下 真的是非常必要 刚才比较着急 上山的时候没有调 然后直接导致了 上来觉得自己在蹲马步 两脚开的距离太大 所以说如果各位朋友们 在滑雪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上山之前 在家里面把固定器试一下 不然的话 这个其实挺浪费时间的 因为刚才调试这些东西 弄了差不多得 40分钟吧 30分钟40分钟 看着不麻烦 其实拆下来装上去 拆下来装上去还挺麻烦的 先熟悉一下板 再滑一圈两圈 估计板就熟悉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练活 好吧 我也不知道是我太菜了 还是怎么回事 其实感觉好累 这个腿仿佛不是自己的一样 我25号其实也滑过雪 但是这个雪 今天的雪其实非常非常的冰 所以说它就特别的滑 特别的滑 就导致我想做动作的时候 其实我想做原地的动作 但是它就一直往下溜 应该不是问题 因为我记得我教新手的时候 他们也担心往下溜 然后告诉他们不是问题 现在我自己在往下溜 然后我应该告诉自己 这不是问题 如果练不好 一定是我的问题 不是雪的问题 既然别人能做得出来 我应该也能做出来 大家好 郎中现在已经回到家了 因为今天白天录制视频的时候 好像郎中又不小心 把360变成了一个Vlog模式 然后导致最后录的视频 不论是做的连招 还是最后的Ultro都没有录上 不要紧 郎中做的连招 大概是叫一个Noli 接Sony 然后其实Noli 180已经做出来了 但是Sony那个360 我也不确定我又没有做出来 因为没有人在旁边给我看着 那么总的来说 郎中作为一个 从来没有划过平花的选手 感觉第一天上手 也不是那么的难 就反正你就做好 Tail Press和Nose Press 然后扭来扭去 转来转去 跳来跳去 就可以了 可能现在还是比较入门的阶段 这个东西还挺好玩的 就在比较平硬的地方 加一些小招的话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有时候在学场看到别的一些朋友 就是你不需要看到它是什么样子 你只需要看它滑行的姿态 你就能判断出来 这个是谁 那个是谁 它可能换了衣服 它可能换了板 但是它的滑行姿态呢 其实是非常有个人特色的 郎中也在努力形成一种个人特色的滑行风格 希望大家也可以和我一起见证我的成长 好吧 现在郎中呢 虽然只是一级的教练 但是我有一颗三级的心 好吧 努努力努努力 然后没准下个血迹 再下个血迹好一点的话 郎中就可以蹦到三级教练了 好吧 那么本期的视频大概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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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